好 健身继续读书了 这段废话 王三峰的不以性而言肿 林湘东的胸部还是发言了 去医院调针 因为我们幸灾乐祸 小说老王是金口语言 不性而言重 王三峰小说 不是不性而言重 是不性而言肿 发言的言肿 老友说 听老王的口气 还挺同情的狗杂种 王三峰说 他是有点狗性 但不是杂种 也是蠢种的中国人 只不过犯了点傻病 并不是害人遭报应 还是值得同情的 牛友说 你倒是菩萨行长啊 专政对象要替阴阳头 或左或右 替一半留一半 林湘东负责此事 人多又不洗澡 他不愿靠太近 让专政对象自己替 他训道 踢一半留一半 谁敢违抗命令 小心他的狗头 王三峰直推 为了防止批斗士 旧头发 一律给理成了 短短的小平头 云向东质问 为什么违抗命令 王三峰送母间 说没有违抗 你说踢一半留一半 我踢了上半留了下半 再踢一半 王云向东心里怪 自己说话 说的不严谨 但嘴上不服 而呵斥了 王三峰 你别跟我搞怪 有你的好果子吃 冲推 乖乖的给我踢掉一半 还是王三峰直推 全部推成了光头 明天能来见 瞪眼质问 王三峰乖 你咋回事 故意和我对抗不是 王三峰说 不敢 我们是严格按你的184高指示 办的 你说再踢掉一半 我就把剩下的地板 踢掉了 好 拜拜 下回见